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太原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7月3日下午,太原省委常委会委员、省委宣传处处长、太原省对外信息工作指导处处长吴维黄出席并指导2024年对外信息工作的专题会议 与会得有越共中央外事委员会、西欧和北美事前市长、越南常驻联合国特派团前副团长裴世江大使 在主会上,裴世江大使相遇会的代表通知了世界与区域形势以及我国对外工作近段时间的一些显著心情 国际对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治国的国家元首访问约南的舆论等一些专题内容 在主会上提供的信息让代表们在实施当地及各单位器官的对外信息工作人物取得了更多的经验 同时提高各企领导官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在展开实施对外信息工作的认识和责任 积极增加对外活动,把越南和太原省的丰土人行推广宣传介绍给国际人 为胜地的实施太原省对外信息和政治人物等工作资助了贡献 7月1日下午,在安平工业区,越南太原三星电子有限执任公司 为在2023、2024学年的国家优秀生考试中获得 又以成绩的学生举行了2024年三星的全学奖学金的办法仪式 出席此仪式的有太原省人民议会副主席、梅士翠儿 以及本省一些有关单位部门代表等 就在此,一事上,越南太原三星电子有限执任公司 一位本省在2023至2020学年的国家优秀生考试中的获奖的70名学生 以及有了获奖的学生的39位就是 办法了种子为近215000万月顿的奖学金和奖金 至2015年展开实施以来的三星全学奖学金计划 一位平均生办法了种子为26亿多月顿的1800分奖学金 为国家和国际的优秀生考试中获得 优秀成绩的学生和教师办法了种子为 是11月顿的619分奖学金 越南太原三星电子有限执任公司代表 在这仪式上发表讲话时 保证在教育领域将与太原省并先同行 鼓励学生们继续努力学习以获得更好的成绩 6月29日 太原省合作社联盟在 太原市郝达茶叶合作社 茶文化红西安区办了太原茶文化 用联化寻茶的执着指导的活动 在这活动中 专家们和艺人们 以与太原省各茶叶合作社和茶叶村的代表 分享了泡茶的清烟和技术 对茶具和茶盘情况攻陷的设计机能 符合茶座和茶馆的标准等轻型讨论 共同了解由茶绘化联结的有关事件 茶与越南人生活中的应用等 从而帮助太原茶制作者了解如何 深一步加工茶品 提高产品价值以及持续发展 此外 在这活动幻间内还举办了 用联米制作联化闸的技术和时间的指导 聊起联化闸的泡用工序 体验太原新疆茶序等活动 2024年上半年 太原省各工业区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保值了良好的增长 巨头营收总额达169亿 目前 太原省11个工业区的5个已经投入运行活动 包括工匠1号 工匠2号 田瑞 安平和南普安等工业区 那些工业也吸引了313个生产经营的投资项目 其中就有总投资金额为113亿美元的 174个歪国直接投资项目 总投资金额为22万施建100亿月顿的 139个投资项目等 太原省的经济以许多可观的增长指标走过了2024年上半年 对国家经济提起着领先作用的工业生产 在2024年上半年 努力实施2024年全年的增长目标 带来了积极的期望 从经济角度来看 外国直接投资领域 对引领文胜工业的增长 还挤着重要的作用 7年上半年 此领域的工业产值达393万对于月顿 相当于出口值的150对于美元 同比增长了19% 由于不断改善投资环境 7年上半年就有5家外国直接投资项目企业调整政资 政治总额为1230万美元 10个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完成了新投资许和证手续 并随时准备进入工厂建设及安装的阶段 与此同时在各工业续的10个新项目的训供 并正式投资活动也称明了工业产值的增长余地不断增强 目前我们共事还保值着运营销额为2万至300万美元 在运行活动过程中 我们受到了太原省侵权的最大护注 特别是在太原海关机关的行政手续革新子问题 当有如何新的规定或改编的时候 我们就换速通过滇质油线受提供中额和节省时间 并保持稳定的生产经营活动 今年上半年的工业涂花的亮点 不得不提到服装业 何见市场的积极复述推动了服装企业的汇征 实际上表明大型企业在转向绿色工厂模型生产 以适应市场的过分和球标准而具有很大优势 2024年TNZ公司有着良好的增长 特别是新年的经济效益也比较好 这一时间是订单的高分期 TNZ公司无法完成所有的订单 所以不得不把一部分订单转给其他单位进行教供 现在我们也开始为2025年的订单进行谈判 除了本省的工业涂花的亮点之外 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完成中年的路程还面临不少困难 与虚年同期相比 新年的产量减少了2万多吨 主要原因是国内的水泥需求量与国内实际需求过大 目前国内水泥产量约为1.2亿至1.3亿吨 但实际需求量仅为5000万至6000万吨左右 截至今年上半年本省工业暂值达124万亿月顿 同比增长6.2% 完成全年计划的10% 其中的增长率达70%以上的加工制造工业 被视为银行的劳动期 是工业选行实现2024年目标的期主 为继续维持核权宝所提出的计划 从现在到年底我们就继续向甚至委会提出签谋 首先要抓住世界形势的变动 以其企业的生产情况 更加积极地探索形成数据问题 为投资商和企业创造最好的条件 预报时区显示 一届诸侯市场虽然有了增长 但不讲理 世界上的政治重度和经济通常 仍对国内工业产引致消息的影响 因此除了各企政权的努力 与企业并现同行 其中解决困难和障碍 实现今年工业生产增长8.5%的目标之外 企业共同体也要继续关注市场 制定适合的确保稳定和增长的生产经营计划等 我们今天的节目播放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 再见